大华府分会在成绩了多年之后 因为总会长、陈亲会及总会国际秘书长许淑金的推动之下 加上柯杜瑞琴创会会长的鼓励及支持 大华府分会再次由何淑妙召集姐妹们于2021年复会 1月16日由会长何淑妙主持了第一次会议 当晚会议在网上举行 共40多位姐妹出席 难能可贵的是当年的6位创立理事 包括创会会长孝晓云 荣誉会长王燕宁 龚董令和、曹平霞、李靖芳以及何淑妙全部出席 会议中决定举行不定期活动 活动包括了电脑使用的讲课拉丁舞 税务奖座、户外践行活动、餐厅美食品尝、医疗保健 还有10月份的双十节国庆申请典礼以及响应总会的医疗用床捐赠活动 以上是大华府分会2010年的活动 谢谢您的聆听 更希望全世界的姐妹们能够到美国的首府Washington DC来访问我们 谢谢